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俗话说,虎豹不堪其,人心隔肚皮 人心比凶猛的豺狼虎豹还要可怕 它看似温柔善良 实际上却蕴含着无数的阴暗面在里头 当阴暗面释放出来的时候 一切都会变得扭曲正定 以往我们都以为 唯有外人的人心是不好的 而亲人的人心才是善良老实的 其实,人心根本不分亲疏远性 该好的时候,人心就特别善良 就像明媚的阳光一般 改坏的时候,人心就特别邪恶 仿佛无止境的黑洞一样 足以吞噬世间的一切良善 在家庭中,相信我们都遇到过 这么一类亲人,他们里外不一 身处家庭里面时,他们大吵大闹 争执不休,欺负家人 身处社会外面时,他们唯唯诺诺 不敢吭声,讨好外人 谈到这种亲人的时候 相信我们都会特别感慨 这样的行为不是很矛盾吗 家人才是最需要尊重的 可为何如今要讨好外人 欺负家人呢 其实,一切都是人心在作祟 习惯欺负亲人 讨好外人的人 十有八九是这五类人 一,习惯欺负亲人的人 只会滋生矛盾 一个家庭到底好不好 不仅要看某个人的辅助 而是要看全部家庭成员的 互帮互助 有这么一个理论 名为污水和酒的理论 在一桶酒中 你倒入了一杯污水 那这桶酒就成为污水了 失去了它本来的价值 在一桶污水中 你倒入了一杯酒 那么这桶污水依旧是污水 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也就是说 当家庭出现了一个不好的成员时 那这个家庭就会滋生出大量的矛盾 好日子就到头了 可以说像这般习惯欺负家人的人 只会让家庭处于争执的境地当中 二,习惯欺负亲人的人 都擅长窝里斗 民间有句俗话 窝里斗 外面怂 在小窝里面斗来斗去 他们特别擅长 一旦他们遇到了外申 他们又变得特别怂 连反驳别人的勇气都没有 曾见过这么一个职员 他是单位中的老好人 别人都觉得他特别善良 为人处事 特别温柔 可实际上 他却是一个家暴狂 事项 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如此温顺 跟绵羊差不多 可为何非要用狼性的一面对付家人呢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不论在什么时候 这些人只擅长对自己人下手 而不敢对外人下手 说实话 他们不过是欺软怕硬的糊涂蛋罢了 单位中的小李 他就是单位中的软狮子 做人也特别和善 基本不会回背别人的指令 在别人眼中 小李脾气很好 很懂得忍让 可是 就是软狮子般的小李 他在家中的样子 根本没有算说的一面 而多了盛气凌人 和自大自我的一面 每一次回到家 他只要看到妻子 还未及时做饭 就会对妻子大呼啸叫 哪怕听到孩子在哭泣 他也不会管 而是大声呼喝 父母和妻子对于小李的看法 也就只有六个字 那就是 窝里横 外面怂 在自己的小窝当中 他特别蛮横 丝毫不讲道理 而在外面 尤其在职场中 他却特别乖笑 哪怕被人骂几句 也不敢坑一声 这样的人 其实有很多 而他们的做法 终究会破坏家庭 影响了原本的生活和谐 三 习惯欺负亲人的人 都没有感恩之心 心理学家说过 当某类人群 经常帮助他的时候 他会产生出习惯性的心理 毫无表示 当某类陌生人群 来到他身边时 他又会兴高采烈 满是阿谀之心 直白一点来说 家人经常为他付出 他却认为 这是理所应当的 相反 某些外人随便对他说几句 他却认为 这是别人的尊重 其实外人又怎么会尊敬他呢 在外人眼中 逢场作戏才是常态 可这些人 偏偏把逢场作戏 当成是真情 把真诚付出 当成了虚无 像这类无视真情的人 他们没有甚何的感恩之心 不懂得珍惜身边的真情人 到最后 他们只会众叛清零 落得悲剧的下场 感恩家人 才是我们该要做的事 心理学中 有这样一个说法 当你在某个环境中 习惯了三个星期之后 那你就会适应这个环境 把环境中所发生的一切 当成是正常的情况 说得直白一点 你对亲兄弟姐妹特别好 甚至在他们危难时 是以援手 但是他们却习惯了你的辅助 而不感激你的贡献 为何他们会不感激 因为他们觉得 这是你该做的 就像照顾父母这件事 这本该是全部儿女的义务 可是你却习惯于照顾父母 因此别人就会把照顾父母的义务 推到你的身上 从而无视你的付出 同样的道理 之所以窝里横的人特别多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家人好 是理所当然的 而外人的好则是稀少的 这就是人性当中的缺陷 也是糊涂虫的悲哀 4.习惯欺负亲人的人 不懂得分清轻重 我们常说 每个人的心中都该有一杆秤 姑娘世间的一切是非曲直 不管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钱 是否有着不错的身份 他都必须要分清 何为轻何为重 何为好何为坏 不能混为一谈 对于外人 我们理应不能过分重视 只需要有点头之交的关系就好 对于家人 我们理应要特别珍惜 因为这世上 能够爱我们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外人再好 不过是说几句好话而已 家人再坏 也都不会刻意地伤害你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别做分不清轻重的人 否则生活永远都不会幸福 面对家人 面对外人 你该保持怎样的态度呢 一般来说 对待家人 我们应该真心相待 不管怎么说 家人都是爱我们的人 也都希望我们过得好 陪伴我们到老 而对待外人 我们不该过分地真心实意 而是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淡漠一点就好 这世间有很多外人 他们不过是过客罢了 对我们来说 毫无价值可言 你把心思都放在了过客身上 而忽视了自己的家人 这便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 严重一点 我们还会破坏家庭的关系 得不偿失 那些窝里横外面怂的人 说得直白一点 他们就是一些不分轻重 不懂权横的糊涂虫 做人就该分清轻重 明白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而不该混淆一通 活得糊里糊涂 五 习惯欺负亲人的人 都没有远见 有些人一看到妻子做得不好 就放声大骂 有些人一看到丈夫做得不完美 就特别嫌弃 他们总觉得 还是别人的伴侣最好 有些婆婆 一看到媳妇这里不好 就不给任何面子 有些媳妇看到婆婆做得不当 就直接不尊重婆婆 在他们眼中 别人家的媳妇或者婆婆 才是最好的 尚书这样的想法 虽说特别常见 可他却是货源的开始 试想 当你觉得外人好 他也觉得外人好 是这个家庭 不就出现问题了吗 做人 还是需要有一点远见 在慢慢的人生长河中 能够陪伴你到老的人 只有家人 而外人 终究会消逝在 未来的某一刻 搞好跟家人的关系 才是一个人 最为高明的地方 菜根坛里有言 愿因得章 故使人得我 不若得愿 之两望 所有的怨恨 都是因为行善导致的 所以 在你行善的时候 不要期待 得到赞美 把赞美和埋怨都忘记 亲人 是打断骨头 连着筋的关系 只要你诚心去感化他们 用行动去教育他们 关系就能持久 从源头上 杜绝胳膊肘 往外拐的情况 对于那些仇恨特别深的人 你应该保持距离 以后就各自安好吧 如果很长时间不联系 你也会变成一个外人 和亲人相处 反而更加轻松一些 管好自己 做好自己 问心无愧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 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